泰国十三岁拳击手比赛中身亡,对手致歉,我不赢,没有钱读书。一名十三岁的拳击手在一次慈善比赛中死亡后,泰国人做出了震惊和愤怒的反应,再次呼吁禁止儿童在残酷的泰拳中打架,泰拳在泰国非常受欢迎,许多拳手在年轻时,就开始从事这项运动,以追求名利。 泰拳是泰国的一项波及运动泰拳,在二十世纪,开始在国际上广泛流行,当时来自泰国的练习者,开始在世界各地进行泰拳道,混合规则比赛以及泰拳比赛。 职业联赛由泰国职业拳击协会,B.A.T.管理,该协会由泰国体育局,S.A.T.和世界职业泰拳联合会,W.M.F.授拳,13岁的阿努查塔萨科,阿努查萨科又头部遭到对手几次攻击,随后他倒下了。 但是,有时十岁以下的孩子就开始参与这项踢腿又容易伤头部的拳击赛,通常没有护头,常常引得大众的批判。 更重要的是,年轻的拳手往往是来自贫穷家庭的养家糊口者,而拳击赛则是疯狂的拳击比赛。 不怕年龄,不留情面,11月10日,在曼谷附近的北远福省的一场比赛中,13岁的阿努查塔萨科·安哈特萨沟头部遭到对手几次攻击,随后他倒下了。 当地媒体用智能手机拍摄的视频,记录下了助手们迅速冲进拳台帮助那名,已经不能动的阿努查时的惨状,13岁的阿努查塔萨科·安哈特萨沟头部遭到对手几次攻击,随后他倒下了,警方趁,他后来死于脑溢血。 国内媒体趁,他从8岁起就开始打拳击,参加过150多场比赛,警方说,他的对手尼蒂克伦·桑德·纳蒂克伦桑年龄相仿,他在脸书上,表达,了对死亡的悲痛,我很后悔。 他周二写道,但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去赢,这样,我才能赚到足够的钱,通过教育来资助自己。 两名孩子当时都没有戴防护帽,泰国考虑一项防止12岁以下未成年人参加的法案。 在阿努查死后,该草案很可能很快出台,随着他死亡的消息传开,愤怒和愤怒涌上心头,一些人指责裁判没有尽早结束这场比赛,他几乎站不住了。 为什么裁判不停止比赛,让他继续被击中,直到被击倒? 13岁的阿努查塔萨克·安努查扫头部遭到对手几次攻击,随后他倒下了,我不同意完全禁止12岁以下的拳击手的法律草案,因为99%的泰国著名拳击手和奥运会冠军,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参赛了。 5、9岁的泰国奥运奖牌获得者塔维翁本马哈,塔维安波纳哈对法新社说,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,像泰国人一样训练,像泰国人一样战斗。 首先,泰国拥有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多的泰拳战士,大约有6万名职业拳手同时参加比赛,之所以有这么多拳手存在,是因为在泰国,拳击不仅仅是一项运动,而是一项工作。 一种生活方式,在西方国家有很多人会成为伟大的拳击手,但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投入足够的时间,或者他们只是对类生机而干不感兴趣,在大多数情况下,战士们并没有选择成为一名泰国拳手,他们必须成为一名泰国拳手才能挣钱养家。 如果父母有足够的钱供他们的儿子完成学业,并支付他们完成大学学业的费用,那么就不需要去靠来打或打人挣钱,在某些情况下,要么是打权,要么是在家庭农场工作,但在农场工作,在泰国通常收入不高。